本院的慣例 预算审查的会期 都是预算审查在前面 预算审查之后 再进行决算的审查 那今天根据 今天要来开这个决算报告 就是跟过去的网例不符 那当然跟网例不符也不是不行 只是要提醒说这跟网例不符 第二个 这去年度我们也有开 跟这一组的这个决算报告 那这组的决算报告里面 当然各单位的是应该要列席 可是我们去年并没有邀请财政部次长 法务部次长 那今天法务部次长没有来 是主任秘书来 所以今天这个邀请的对象也很特殊 过去在这个决算的审查 都没有这样子的惯例 跟他没有关系的 跟这一组没有关系的这个单位首长 邀请列席报告 我想用不符合常情的方式 在处理这个议案 司马招之心路人皆知 想要干嘛 再来 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个问题 尤其是我跟法务部提醒一个问题 现在MG149这个问题 已经在地检署的侦查当中 那侦查当中的各种资料 都在你们地检署的 连电脑都报酬了 媒体上有报道 如果在这个地方 无故泄露案情 检查总长就是你的好例子 检查总长因为这样子被判刑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本院在开这个会 当然是应该要各个方面都是要 主席的知权嘛 他要怎么排 我们可能是表达说 我们的看法跟你不一样 今天排这个会 如果要把这个选举的战 我引到这个地方来 事实上要计划蓝绿对立 来去弄选举的行情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应该是国人都看在眼里 我相信台北市民也有很高的这个智慧 可以来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基本上如果今天这个决算的审查 能够把各位的决算审查结束 也是好事 如果这个决算的审查不是做决算 全部都在那边谈这个选举有关的议题 那我觉得我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谢谢